这是航空史上最贵的一次空难 美军一架价值24亿美金的B-2隐形轰炸机 在自家跑道上刚起飞 就会喝了假酒似的一头往地上摘去 随后发生剧烈爆炸 短短20秒就烧掉24亿美金 这也让美军高层肉疼不已 要知道B-2轰炸机可是被称为外形科技 在这之前连大的故障都没有出现过 更不用说在跑道上坠毁 而事后调查发现 这场史上最贵空难 竟然只是因为一个毫不起眼的步骤 2008年2月23日 美国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一架名为堪萨斯幽灵号的B-2轰炸机 停在跑道上 准备前往美国密苏里州的 怀特曼空军基地 B-2轰炸机是当今世界 唯一的隐形战略轰炸机 美军视其为顶级的宝贝疙瘩 其整个机身由特殊材料制成 出众的隐身技能 让一般的雷达防空网形同虚设 它可以悄无声息地奔袭上万公里 投下炸弹后 又悄无声息地离去 因为其昂贵的造价和维护成本 美军总共也只部署了21架 B-2第一次投入实战 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炸毁我们南联盟大使馆的事 就是它干的 由于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 如今依旧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的轰炸机 因此美军说它来自外星闻名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技术这么牛逼 为什么还能自行坠毁 当时堪萨斯幽灵号在跑道上滑行 正在准备起飞 此时控制系统的警告灯却突然亮了起来 不过很快又熄灭了 飞行员和机长商以后决定继续起飞 他们认为虽然出现了预警 但是警报已解除 二人都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如果此时他们马上停下 这场事故就可以避免 就在起飞后不久 飞机突然大幅上扬 几乎垂直的向上抬升 这是一种非常反常的姿态 飞行员担心起飞受阻 选择最大油门升空 但此时飞机却不受控制 飞弹不上升 反而急剧向地面坠落 眼看飞机的左翼已经刮到地面 危急时刻 他们赶忙拉动坐椅边的弹射手柄 舱顶的炸药瞬间炸出一个洞 两人被迅速弹出飞机 几十米外 他们借着降落伞安然落地 飞机却在琴刻间爆炸 引发剧烈大火 由于他的起飞前 刚加满75吨的燃油 消防员足足花了两天 才将大火浇灭 这起事件惊动了空军高层 他们迅速下令 剩下的20架B2轰炸机 立即停止使用 在调查清坠机原因前 一律不得起飞 毕竟20秒烧掉24亿美金 加业再大也挥霍不起 调查员按照经验 首先查看了机场录像 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 在事故现场 找到了飞机的大部分零件 也没有发现 它的机械控制系统 与计算机系统有任何异常 那有没有可能 是飞机载重过高 因此在起飞时 不堪重负 所以坠落 可当时飞机执行的是返航任务 并没有装任何重型货物 调查员转而观察 事发当天的另一架 顺利起飞的B2 发现与之相比 堪萨斯幽灵号的起飞距离 短了450米 他们接着查看了 飞行记录仪的数据 发现空速 爬行角度 高度数据全部出错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就是飞机此时 还在跑道上滑行 还没达到起飞所需的速度 但是系统通过数据判断 飞机已经上天 所以就不断将机头朝上拉 导致飞机失速 这种情况 在B2身上非常罕见 因为它是由精密的计算机 来控制飞行 数据一般不可能出错 B2的飞行翼是一整块的 没有水平尾翼 和垂直尾翼之类的配置 这样的设计 如果要对机翼 进行一系列微调 靠飞行员的驾驶能力 是无法做到的 因而其操作 都是由计算机完成 飞行员只需要向计算机 下达指令即可 为了保证数据的精确 B2的机头 嵌入了24个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非常先进 互相会较演数据 在不同传感器数据不一致时 还会提醒飞行员 进行大气数据校正 机载计算机 就会根据传感器提供的数据 来计算出飞机高度 空速 浮角 以及翼面偏转的角度等 很显然 问题出在了传感器上 调查人员发现 有三个传感器的数据 和其他的相差极大 但是照说传感器的数据 不会出错 因为在起飞前 维修人员做过数据校正 确认没有问题后才起飞的 当时 由于密苏里州天气原因 能见度较差 出于安全考虑 返航任务推迟了一天 堪萨斯幽灵号 就在基地外面停了一晚 凑巧的是 那天下了一场大暴雨 莫非 价值24亿美金的飞机 一场暴雨就给淋坏了 调查组立刻做了个实验 他们用水管喷射 B2轰炸机的传感器 证实了 传感器在经受大暴雨之后 数据确实会受到影响 堪萨斯幽灵号 正是在经受暴雨之后 因为水汽的缘故 传感器的数据出现差异 维修员虽然校正了数值 但是水汽还在传感器里 因此 在飞行员打开空速管加热 水汽被蒸发后 传感器的初始数据又发生了变化 就是说 维修员并没有真正的处理好 正常情况下 B2风吹雨淋肯定没问题 问题就出在这个矫正程序上 正确的步骤是 飞行员先打开空速管加热 把水汽蒸发掉 然后再让维修员矫正数据 这样就可以避免事故 但现实是 他们把步骤搞反了 看到这里 伙伴们可能疑惑 能开B2的飞行员 无疑都是王中王级别 况且又是军人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实际上 这事还真不能怪他们 因为这个矫正步骤 B2的工程师有讲过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并没有传达到关岛基地 所以他们不知道 还有这么个流程 只是按照常规思路处理 进而造成了悲剧的发生 但此时又有另外一个情况 这架堪萨斯幽灵号 已经服役了十几年 难道之前 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还真的没有 因为B2轰炸机 除了造价高以外 后期的维护成本 也非常的贵 稍有刮蹭 都会影响它的隐身性能 因此 在没有任务的时候 它们都会停在 恒温恒湿的机库里 重新喷上特制的反雷达涂层 另一方面 对于一般的军事任务 也不会动用到B2轰炸机 所以像堪萨斯幽灵号这样 被停在外面 风吹雨淋的 还真是有史以来头一遭 总之 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之下 这架24亿美金的飞机 就这么摧毁了 对此 美国军方也只能自认倒霉 之后 他们立即修改了 B2轰炸机的维护流程 坠机事件 再也没有发生过 堪萨斯幽灵号 也成为唯一一架 坠毁的B2轰炸机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君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